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CreateJob这个方法呢 其实很好创建 我们只要参考着原来我们写的那个入门的那个程序 是不是就可以了 所以你拿到咱们这个入门程序 这个完整的代码 把它这一段给它粘过来 然后咱们进行一个改造 把它粘过来 然后这个处发器呢 咱们就留一个就行了 好了 然后依然呢是Job Builder 然后Job Builder呢 我们来new这个Job new这个Job呢 我们首先要new谁啊 是不是他 CourseJob.class 把它给它new出来 然后把这个Trigger给它引进来 好了 然后接下来第一个叫我的第一个任务 我的第一个任务的话 这个就是那个Job的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ID 就是那个你给Job要起一个唯一的名字 明白吧 就是我们在应用程序当中 每创建一个这个任务对象的时候 我们最好呢 它都未来都要有一个Job 绑定到它 对不对 有一个Job绑定到这个Task当中的话呢 那么我们这个Job就应该有一个唯一的名字 这个唯一的名字 未来呢会不会存在数据库当中的这个表里面去 这呢啊 Job details 会不会存在这个Job的这个Job name里面去 而这个Job name呢 它要求是一个什么呀 就是联合主件啊 这几个 它要求是个唯一的名字 明白吧 所以说你这个名字呢 要保证唯一的话 有几种方案 第一个呢 是你每次给它起一个UUID 是不是啊 第二个呢 就是你和谁相关联啊 你和这条记录相关联 是不是就行了 这条记录是哪条记录 这条就是我们 Course job details里面的这个Job name 你可以和咱们自己写的这个Shadow job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表 我们自己要做增判改查 要维护的那个表 你是不是可以和这个ID相关联啊 明白这意思吧 那你怎么样把这个ID取出来呢 是不是就是刚才咱们那个取 那个呃就是那个 呃可以把这个呃 那个Job当做这个参数 存到这个地方啊 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吧 就是把什么当做参数啊 就是把那个Shadow job啊 我把这个拧进来啊 我把这个拧进来啊 这个地方还是挺 我把这个拧进来啊 把他拧一下啊 把他拧一下啊 嗯 这个啊 然后这个啊 然后这个POGO呢 对应的是什么呢 对应的就是咱们Shadow job那个表 就是这个表啊 里面都有数据 然后咱们把它拷过去啊 都不写了 放到这个里面了 放到这个里面了 好了 所以说未来这个方法是会被谁调用的呢 是会被我们这个模块Shadow job这个模块 这不是一个任务管理的模块吗 增生盖查的模块 是会被这个模块调用的 那在这个模块的C5方法里面 我们能不能传进来一个Shadow job对象啊 对是肯定是可以的是不是啊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传进来这么一个Shadow job的对象啊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hadow job的对象呢 把它那个ID取出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咱们就写一个ID 比如说这个呢 就叫做Job task啊 然后下滑线 然后再加上Shadow job点啊 get job id 然后组名的话 这个为了让咱们的应用程序简单点 我先不写它了 就是这样的 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Job对象 对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Job对象是吧 那这个Job对象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啥呀 这个Job detail 就刚才咱们看到的这个表 所以说未来这个东西创建出来之后 你会在这个表中看见一条COS自动维护的一条数据记录 他就把Job放在这个里面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创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什么呀 创建处发器了是吧 处发器的话咋创建 就是Trigger 等于这个Trigger Builder 完了等于NewTrigger 然后等于什么WithIdentity 这个是什么 处发器的名字吧 处发器的名字的话 建议大家也为1 那所以说那就是Trigger Trigger 然后Trigger Task 然后这叫JobTask 是吧 这叫TriggerTask 然后也加上一个什么呀 Job的ID 然后把这个咱们给它删掉就行了 然后再接下来 然后再接下来呢 这下面 就With Schedule With Schedule的话 咱们在这个下面呢 就 我看一下 With Identity With Identity With Schedule With Schedule的话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创建一个什么呀 就是这么个东西了 这个不就是那个Line News里面的 那个克隆任务吗 对不对 所以 我把它单独拿出来创建吧 把它单独拿出来 放在这儿 它叫一个 Chrome Schedule Builder 的这么一个东西啊 然后所以 我们就把它叫 Chrome Schedule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把这个是不是就可以 传到这里面来啊 然后 它呢有一个 异常啊 它有一个异常 Add Cast to Trigger 等一下 这个先不是异常 这块是 Chrome Schedule 好像得把它 进行一个处理 我看一下 Chrome Schedule Builder 哪块多个啥 这多个分号 好了哈 异常呢 然后接下来呢 这块呢 就把它 做一个这个参数的 这么一个替换是吧 所以这个呢 是创建照不对像 然后这个呢 是创建调度器 这个是创建 处罚器 这个是创建 创建调度构造器 是吧 然后这是创建 处罚器 然后把调度构造器呢 放在处罚器里面 然后接下来最后 是不是创建调度啊 把这个调度创建出来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让这个调度呢 直接就 执行就可以了 明白吧 然后点击 就是这个 让它执行哪个 执行这个 处罚器 然后这样的话呢 这面就会有一个异常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异常呢 先给它补获到啊 因为未来 我们在最后处理的时候 因为是要被我们的 service层处理吧 被我们的service层处理的话 我们最后 是不是要返回一个那种 叫什么呀 叫阿贾克斯的异常处理吧 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 应用程序当中 我们现在所有的异常对象 不是都以阿贾克斯的形式 返回的吗 记得吧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要构建一个什么呀 阿贾克斯的异常处理对象 所以呢 咱们在这地方 就给它surround with try catch blog 然后把那个r 那个东西给它弄过来啊 所以throw 这咋写的 throw啊 然后new什么 rr exception 这个以前讲过了 我就不详细说了 然后就叫什么 创建定时任务失败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e放过来 这样的话这个方法我们就写完了 嗯 明白吧 这样的话这个方法我们就写完了 然后下一步就该干嘛了 下一步无论如何咱们就都得去咱们的这个系统里面 把这个任务管理模块 起码这个列表功能和这个保存功能就得给它做了 因为我们要在保存里面去做什么呀 去做任务的启动的工作 明白吧 嗯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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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